大坦克送小坦克了 我在这里发现一辆小坦克 开始我以为这只是一辆普通的小坦克玩具 然后我就发现了 它的炮筒竟然可以调角度 还有它的炮塔轻轻松松的 就可以360度旋转 但是这履带竟然是假的 下面有四个轮子 是靠四个轮子来跑的 跑一次看看能跑多远 这也跑得不远呀 顶多跑了200厘米 这里好像可以打开 看看里面装着什么 啥也没有呀 看这是什么东西 这都会是炮弹吧 装上看一看 哦还真的是炮弹 但是我感觉 这一边应该还有一个炮弹才对 找一找石头底下有没有 没有呀 搞得我强迫症犯了 我必须找到那个炮弹 刚才坦克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正前炮筒就是朝着这个方向 装上炮弹 发射也没炮弹 炮弹落在哪里 我就在这附近找 这也没是刚刚发射的 那么在这里 找到另一枚炮弹的概率比较大 诶 这怎么没有呢 难道要打我的脸吗 哦在这里 我就说这办法管用 我还真是个大聪明 把两面炮弹全都装上 这个样子就似乎多了 诶 这里怎么 好像还有一个按钮呢 按一下试试 我的天 这是弹出来个什么 大坦克 就让他把他的儿子给弹出来了 一看这辆小坦克 就是还没有发育的样子 炮塔不可以转 这里倒是进化出来了轮子 但是转的不是很溜 把小坦克放在这里 我要用大坦克 打小坦克 老子打儿子 应该没问题 炮筒的角度 下调一下 哇塞 打中了 对自己的儿子 都下这么重的手 我太喜欢这辆坦克了 因为他会发射儿子